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G8變G7 普丁氣炸 外媒接澤連斯基將赴日出席G7峰會 試圖超越俄國成為中亞霸主 中共辦中亞峰會與G7互別苗頭 外國人入境中國危險大增 揭秘中共醉瘋之意 中國大陸宣布 即日起恢復臺灣團客 赴大陸旅遊 臺灣表示 需協商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主頻道熱點直擊 今天是美國時間5月19號 星期五 感謝您的支持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G8變G7 普京氣炸 外媒接澤連斯基將赴日出席G7峰會 有多家外媒報導指 乌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將於G7領袖峰會的最後一天出席會議 七大工業國組織G7於19日在廣島召開為期三天的領袖峰會 最近有多家外媒報導指 屆時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將於21日親臨廣島出席峰會 綜合英國金融時報與彭博社報導 金管早前由日本官員表示 澤連斯基將以視頻的形式參加會議 近再有消息人士透露其將親自前往廣島參加峰會 此次會議的重點似乎將完全聚焦在地區安全上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過去曾多次表示 此次由日本主持的這些峰會上 會重點關注印太地區的安全問題與俄烏問題上 他在3月訪問基輔時 更一再警告道 今天的烏克蘭可能就是明天的東亞 據報導分析 若屆時澤連斯基能順利出席峰會 他預計會加倍向西方爭取更多軍援 甚至是獲得美制F16戰機 同時 他預料將持續遊說印度和巴西等非G7與會國加入西方制裁俄國的行列 有趣的是 G7在過去曾是G8 但因為俄羅斯非法佔領並吞併了克里米亞半島 而遭其餘7國凍結了會集 如今被俄羅斯侵略的烏克蘭 反而能比俄還要早重返G7 可謂諷刺至極 試圖超越俄國成為中亞霸主 中共辦中亞峰會與G7互別苗頭 中共18日起 在西安舉辦中亞峰會 會晤中亞五國領袖 試圖超越俄羅斯成為中亞霸主的意味 七大工業國組織G719日在日本廣島舉行峰會 同時中共也在西安舉辦中亞峰會 會晤中亞五國領袖 進行雙邊與多邊會談 被外界視為有擴張中亞影響力 試圖超越俄羅斯成為中亞霸主的意味 這期峰會聚集7個成員國的領袖進行會談 成員國包括美國 德國 英國 法國 日本 義大利 加拿大 而峰會也會邀請非成員國向巴西 印度 韓國等領袖一起與會 目前傳出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也準備前往 這次會談主要以加強施壓俄羅斯 反制中國的經濟脅迫兩大主題為主 不過也多次提及台海議題 另一方面 中亞峰會則為 各國同意成立中共與中亞元首會晤機制 並在中國設立常設秘書處 每兩年舉行一次 由中共與中亞五國輪流舉辦 本次中亞峰會於18日開場 由中共舉辦 邀請土庫曼 哈薩克 吉爾吉斯 塔吉克和烏茲別克五國領袖 深化中國與中亞國家之間的合作 據CNN報導指出 由於西安是延伸往中亞古代絲綢之路的起點 因此中亞峰會在西安舉行是個頗具象徵意義的選擇 針對會談內容 中國承諾協助與會各國加強執法和安全防禦能力 並提供超過36億美金資助建設開發 中亞國家想要進入世界第二大市場 而中國也想要推展一帶一路計畫 此外 外界認為 這次中亞峰會對中國來說 也有一舉兩得的效果 不僅趁俄羅斯陷入俄烏戰爭分身法術時直逼俄國的後院 且在這些舉行同時 舉辦中亞峰會也有與西方國家互相較勁 擴大中亞勢力的意味 外國人入境中國危險大增 建密中共最翁之意 新版反間諜法到底新版加進了哪些內容 這一點至關重要 只有分析這些細節 才能知道中共的新版反間諜法之真實意圖是什麼 旅美的中國經濟學家程曉農博士的文章說 新版反間諜法發現了三個特點 其一 新版反間諜法大幅度擴大了國家安全的範圍 舊版反間諜法主要是軍事情報的洩漏 而新版反間諜法採用了新的概念 叫做總體國家安全觀 把軍事以外的其他信息都列為與國家安全有關的情報 所謂的總體國家安全觀 是習近平提出來的 包括政治安全 經濟安全 軍事安全 文化安全 社會安全 按照這樣一個廣泛的範圍 幾乎沒有什麼事不屬於國家安全 連文化層面和社會層面的信息 只要其中的任何一點傳到海外 而中共認為對自己不利 都可以用反間諜法對資訊傳播者以危害國家安全來治罪 其二 新版反間諜法重新規定了間諜行為的範圍 任何海外的機構或個人都可能被中共指控為從事間諜活動 舊版反間諜法第27條雖然提到間諜行為 但非常簡單就是一句話 境外機構或個人實施間諜行為的要追究法律責任 至於什麼行為屬於間諜行為 那是由國家安全部自行解釋認定的 沒有具體的法律依據 舊版反間諜法對間諜活動的定義一個字都沒說明 新版反間諜法把舊版的這一句話變成了七句話 分成七個二級條款 其中有兩句是舊版裡有的 另外新加了五句 新增加的二級條款中 包括參加或者投靠間諜組織或接受間諜組織的任務 受境外的個人委託獲取中共的所謂情報 在境外被認為入侵中國的互聯網等都屬於間諜行為 但境外的什麼機構在中共眼裡算是間諜組織 什麼樣的個人委託算是接受間諜任務 新版反間諜法還是一字不提 把解釋權留給中共的國家安全部 因此 國家安全部具有無限的解釋權 它想抓誰 用什麼罪名定罪 是否有證據 外國的駐華使館無權過問 其三 新版反間諜法宣布 國家安全部可以劃定安全控制區域 而到底哪些地方是安全控制區域又是保密的 外國人旅遊走到一個地方 中共馬上可以抓人 理由是非法進入安全控制區域 危害國家安全 把這三點連在一起就可以看到 新版反間諜法 其實是為了蓄意擴大對外國人和外國企業的監管 而且舊版反間諜法原來主要應對專業的間諜 新版反間諜法則擴大成針對外國的普通公民 中國大陸宣布 即日起恢復臺灣團克赴大陸旅遊 臺灣表示 需協商 中共官媒新華社19日報導 大陸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19日達記者問世表示 經向有關主管部門瞭解 即日起恢復旅行社 經營臺灣居民來大陸團隊遊業務 他表示 我們熱忱歡迎臺灣同胞來大陸旅遊觀光 遊覽大好河山 看看各地發展新貌 18日 陸委會發言人詹志宏回應 臺灣沒有限制民眾前往大陸觀光旅遊自由行 大陸卻限制民眾來臺灣自由行 也沒有允許陸客 組團來臺旅遊 倘若有開放意願 陸方應該盡快地安排協商 兩岸可以循跡有機制商談 不過目前沒有看到對方有溝通意願 不過 臺灣交通部觀光局長張熙聰19日表示 雖樂見但希望雙向同步開放 而非單面 並透過小兩會協商 目前禁止旅行業者接待及組團前往對岸的禁團令 還不會解除 他說 會等臺灣海峽兩岸觀光旅遊協會 及海峽兩岸旅遊交流協會協商後才解除 感謝您的支持 贊助和留言 請您訂閱並傳播我們的頻道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開了頻道 那邊沒有黃標和紅牌的問題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連結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感謝您的支持 林鄭